這件事的感謝資料 顯示 全國由四月中開始 就進入當北斗流行期 台北市在五月中 實斷到流行高峰 北市府今天就宣佈說 因為當北斗的這個疫苗 這個價值比較貴 也要賣立立公費的疫苗 所以要占對 浴室自動提出全經驗的這個補助 不過這個學校裡面 有八百多名自動收費 一本宿統計上禮拜全國 當北斗問及 現在酒精是一萬四千九百六十七人 處 其中台北市市占一千空九十三人 處 比前一禮拜 實斷差不多十五趴 雖然相似一樣 但是醫師提起說 已經也在慈祝 照翁年的經驗 流行期會繼續到差不多九月 尤其五歲以後的小孩 是當時的關飛險群 要特別注意 就是呼吸心跳加快這些情形 如果說機車後跟呼吸心跳加快的話 這個一定要住院 住院住在有家病房的醫院 那這個可能要隨時要看看有沒有重症的 狀況跑出來 對兩歲到六歲的小孩 目前市民上有兩間 夾才是推出 當北斗的疫苗 那完全煮兩隻需要八千塊以上 台北市政府宣佈說 要從六月十七開始時 要來補助六歲的小孩 只要是兩個月到還沒完六歲 有台北市第一隊 自動醫療補助主席 包括八和重大相伯 家修 關懷之家的小孩 頂頂就可以免費來 煮兩隻 當北斗的疫苗 未來會擴大補助的對象 會看整體的狀況這麼平衡 臺灣有三例 克殺企的重症 當然不是說 長命毒其實已經不會重症 但是我們還是先投注 在資源 在這個比較特定的族群上面 然後希望優先來照顧相對弱勢的 孩童 這個打的效果不錯 等等的因素 我們會再考量 也許適當的 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再慢慢放寬 這樣子的一個範圍 衛生局也提起說 當北斗的興奮佈家族館 就算是煮當北斗這一行的 疫苗之後 也是有可能的 為了其他興奮佈的當北斗 也是需要做好 接用十分的洗手 都做北斗 大流行的期間 如果是小孩 二棟青少年甚至是大人 都有可能的威力回到北斗 大人小孩都要做好 同樣的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